这个进入第二阶段了 第二阶段这个东西我讲了十三年了 十三年前就在讲这个东西了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去年电子进到工业业议程中心 我们两年半里面很快就主动毕业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赚钱 我们用它太多空间 我不好意思挖牌鞋 就赶快先退出来 把空间让给别人 可是退出来之后 工业议程中心的主任找我说 你们这么快成功 可以回来跟其他业里面的新公司分享 科技产业怎么做会比较快成功 未来要去借这个题目 我花了很多天的时间 真的很多天 我的中打又慢 我写的日子又吵 我的人又看不懂 看不懂干脆自己写自己打 花了很多天的时间 我归纳了出来八点 这八点我告诉你 你去写入文一定不会过的 因为这个没有学问 好吧 你去这个 来教书 我告诉你 一堂课就被轰出去了 但是 这八点是我个人归纳出来 做事情 做人 会成功 就是只有这八点 OK 这个是有优先顺序的 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其实创业 工作 做事情 办活动 不管怎么样 天不可 永远是最重要的 1980年代的时候 很多事业可以独职 做贸易独职 做贸易独职 营建业独职 开公司独职 什么独职 2000年以后 你还有听到独职的生意吗 你今天要跟同学 开个咖啡厅 怎么样 合伙制 对不对 连卖香鸡牌 都要合伙制 你知道 OK 独职的行为越来越少 所以 teamwork 是很重要的 OK team 其实这个要讲 这个又可以讲两个小时 看过这本书的几手一下 不多 好 我所讲的书里面都写完了 全部都告诉你了 好不好 这个 创业呢 不管创业或做事 团队的核心最重要 刚刚我特别提到 如果你创业的目的 是要变成有钱 一定会失败 OK 你们也注意到 成功的公司 你想要他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一个人 来我开始问 这个集资问答 台几件 张忠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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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荣 华硕 施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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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直接讲到了 对不对 这些人就是他的精神英雄 其实我告诉你 一个失败公司 其实知道的人 也会马上想到一个名字 只是因为失败 你不嫌 你不会知道 好吧 领袖人物决定公司成功 我失败 那领袖人物的心态很重要 这个领袖 如果都为自己 都只想自己 你觉得可能会成功吗 不可能 我今天40岁 我没有司机 董事会五年前就要我请司机 为什么 你每天在喝酒 我其实没有每天喝酒 我是陪客我喝酒 好不好 你每天这样喝酒 不行 你一定要请司机 不要请司机 那我就不要喝酒 好不好 那我喝酒我就叫计程車 好不好 不然我就少喝一点好不好 不然看到警察我先躲 好不好 为什么我不请司机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好 先不回答 第二个问题 去年店子 去年做三百多亿 赚了三十几亿 今天做三百多亿 赚了三十几亿 去年店子的董事长出差 应该做什么仓等 商务仓 那去年的总经理应该做什么仓等 商务仓 那去年副总做什么仓等 商务仓 去年店子的协理做什么仓等 处长做什么仓等 哈 经济仓 他不是人哦 你们知道我的观念有没有 我在 我这辈子上班 只上过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 就我毕业老师 他们成立公司 我上过一次 那一个公司前面很惨 后面一下子起来 起来之后 那个总经理呢 有一次就唯唯在场 他跟所有干部讲个计划 我们公司后面会很赚钱 我们会很好 我们副总每个人赔一辆车 当着前面要讲 副总每个人赔一辆车 开会之后各自回办公室 一个协议抓我去 小汉帮我 我要变副总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 incentive说 副总一辆车 协议怎么办 这条线划下去了 你懂我意思吗 有人说公司要有制度 没有错 公司要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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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制度没有错 但是 我是觉得坦白讲 从这边飞日本三个半小时 商务舱跟经济舱有什么差别 有啦多喝一杯红酒 OK反正那椅子躺平了 你也睡不着三个半小时 看电视幕大了一点 OK 那你说 台湾飞美国14个小时 有差 有差 可是问题来了 我做商务舱今天 假设我带你们出差好不好 登机 拜拜 我先走了 你们后面 谁不要讲什么 喜莫吉 你懂我意思吗 很多时候 当然我们董事会说不行 你要商务舱怎么样 我说不需要 如果我一个人出门 我买 我们公司是七个小时上换豪金舱 好不好 豪金舱里面就是贵一点嘛 位置大一点 吃的都一样 我就豪金舱反正里程数多嘛 就自己upgrade OK 一个人出去 两个人出去就不要upgrade 了 很喜莫吉不好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事情是说 一个公司他会成功 带头的那个想法很重要 OK 哪有说今天呢 我们今天出去吃饭 我们今天出去吃饭 老板吃2000块的套餐 夜空只能吃200块 有这种事情吗 很多公司喔 很多公司这样子喔 很多公司喔 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 有某家公司 老板带客户上酒店 一个网上撒50万 眼睛不眨 办公室里面老板娘说 唱射手卫生纸自己带 你是他严工 你爽不爽 你懂人嘛 你懂为什么 人的基本概念 所以创业做人都一样 那个心态很重要 covalu 你做一个事情 必须要有你核心价值 技术有技术价值 商业有商业的价值 OK 卖香气派也有covalu 不是阿古阿猫卖去赚钱的喔 阿中面线 为什么大家去排队站着吃 那这么多蚵阿米爽的都没有生意 为什么 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 它的covalu 你要做个事情的时候呢 你先要问自己 为什么 不是坐井光天说 这样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NO 你会做什么 前年电子之所以会成功 一个很重要因素 从学校开始 我们做快闪记忆体的控制晶片 OK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做快闪记忆体的控制晶片 这是我们的covalu 而且这covalu很好玩 我定一个叫做可延伸性 extendable 其实这个可以来做研究 什么说 我花这么多能力做了这个技术 明天这技术就没有用了 要再花新的那家重型做一次 这个是最高成本的 以前做USB USB做记忆卡起来了 一样的技术 改一改改改改 变成记忆卡 那一样的技术再改改改改改 变成MMC 变成SSD 其实核心的价值都在那个地方 一直在做一些改变 这成本才是最低的 OK 所以找covalu的时候 确实要去找到自己会什么 那不会的时候怎么办 先学 不要急 不要急要去创业 我曾经有个体悟 呃 我有三个小朋友 OK 符合书 大家讲的 老大 照书养 看着书养 老二呢 就跟着养嘛 老三就当猪养 我们家老三真的当猪养 OK 老大 刚出生的时候 我老婆都很紧张 台湾就是什么 七桌八爬 九发芽嘛 对不对 你不知道 反正人家会教了 七桌八爬 诶 第八个月第一天他不会爬 没得算时间啊 因为老婆也没工作啊 就很专心看小孩啊 哦 第八个月 不会爬 哦 赶快跑去报警诊所 问医生怎么办 那今天问完了 第三天他不会爬 再问另外一家医生 反正呢 能跑一定都跑啊 没有那么夸张啊 没有那么夸张啊 只是跟你打个比方啊 好吧 确实他很紧张那个时候 今天小朋友上国艺 蹦蹦跳跳 你还会去想那个时候 他那坑不会爬吗 你会想吗 你会想吗 你二十岁以前不会讲英文 因为你工作有需要 你发奋图强 你四十岁 还可以用英文去骂美国人的时候 你会在想说你二十岁都不会讲英文吗 你会懊恼你不会讲英文吗 不会 其实东西快跟慢哦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二十三岁毕业 同学二十四岁工作 你二十四岁出去留个学 去外面哪个经验 多学个语言 多争光四眼 二十六岁以后 回来才进职场 同学进了三年 你三年后才进职场 五十岁之后 你成就比他好多 你会想说哎呀 我往三年进职场 会吗 会吗 所以快不一定有用 快不一定有用 有时很多时候 timing反而比较重要 时间点比较重要 OK 再来 执行力 执行力很多就想说快 对不对 快不一定是对的 最近呢 我一月份我要开干部会议 我要跟我的干部讲一个观念 为什么要修法 因为法令已经不适用了嘛 可是修法你们发现到说都在加 都在加 而不是减 对不对 我发现我公司开始干部有一个问题 就是 每个事情开始 因为要防币 防呆 防这个 防那个就一直加嘛 结果敲 最后呢 那个 动不了了 所以我要做事情呢 是讲执行力什么意思 已经过去的抛弃掉 过去成功的 model 今天不一定合适用 过去的方法 不一定合适用 丢掉 ok 去年电子呢 在09年的时候 我跟你讲几个数字 我们成立第一年是2000年 2001年的业绩是1亿4千万 8亿 24亿 36亿 55亿 100亿 210亿 然后呢 再调100亿08年 ok 180几亿 250几亿 3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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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过程当中 你马上想一个问题 你前面在冲的时候 而且冲很快哦 是不是需要大量的人 对不对 以前我的观念是说 我公司20个人 我今年只请5个到6个 进来先消化掉 消化掉 就融入之后 再讲 我不会20个人 请50个人 哇 那天下大乱啊 你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 可是呢 在零六年没办法 太快了 每天都心一直来 一直来 可是一直要感觉出货 很多问题 都没有控处理 就出货出货 结果呢 时间一久发生一个问题 每天呢 A来 A呢 就在我面前说 B没做好 怎么样怎么样 B呢就骂C C呢就骂A 我把ABC找过来 怎么回事 啊没事啦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三个人ABC ABC 三个人叫他讲话 到处都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人有这个毛病 然后每天吵吵闹闹 来了就掉眼泪 来了怎么样 说他很委屈 他怎么样怎么样 我发现这公司 如果那时候不改革的话 就去年电子没救了 那时候真的 我每天就是跟法官一样 听这个 听这个 后来我火大 我说你要我听 当下证据录音带给我听 不然我不要听 ok 所以那时候做了很多改革的动作 我其中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整个生产体系 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就是不同的单位 抽人进来委员会 干什么事 每天早上开会 开什么会 因为以前定了一些制度方法 都不对 太快了 不对 所以呢那个会就是 昨天是什么问题 不能解决的 马上拿出来 大家拍板定案就做 方法对了就做 然后这个方法做了就丢掉 以后能用作用不能用 就丢掉 就是temporary 先解决问题 然后呢 再把里面temporary问题呢 这个方法慢慢归纳归纳 再长一点呢 再把它制造一个新的方案出来 可是这方案能撑多久 撑不久 一年之后又变300亿了 怎么办 所以一直有人再去维持定义 所以执行力呢 讲的就是效力 好吧